如果有人帮了你的忙,记住永远不要用请客吃饭来报答 这是一个身价过亿的大老板教我的 他说,社交的本质其实就是交换,但绝对不是等价交换 永远要有一方欠对方多一点 这样你们的关系才能够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 关系才能够更加的长久 今天分享五条人心事故的真相 让你在生活职场当中少走弯路 第一,熟人眼里是不允许有牛人的 你千万不要在自己的亲逢好友面前炫耀自己 没有人会真的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第二,一定要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成年人只能筛选,不能教育 朋友、伴侣、合伙人皆是如此 第三,一定不要在背后说任何人的坏话 因为没有不透风的枪 但是夸人就不一样了 不但要在背后花,还要使劲的垮 第四,学会拒绝是成年人社交的重要一刻 能够巧妙的拒绝别人不合理要求的人 生活当中很少存在困扰 第五,不会喝酒,不会说话 那么你就去送礼 送着送着,领导就开始带你了 要想混得好,人情事故,少不了这本 每天懂一点人情事故的书 里面包含了为人处事、交际、修身、齐家、情场、职场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茫然思故,不如静下心来学点人情事故 再加上更多,能够了 当中不完结诚